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一天省委常委会结束的时候 李德群主动留下了顾明夫 明夫同志啊 我们说两句话 等其他常委离开之后 李德群抽出一颗烟 伸手递给了顾明夫 顾明夫很自然地接过来 掏出打火机 慢条斯里的打着 也不着急开口 而是等着李德群的下文 李德群自己也点上一只 抽了一口 侧脸看着顾明夫 预算委的董老今天到了东江 这件事明夫同志知道了吧 顾明夫微微一点头 啊 开会之前我刚刚得到了消息 李德群就把烟换了另一只手拿着 笑着说 董老可是个不能怠慢的人物啊 为温度起见是不是由省礼出面接待一下 顾明夫就明白李德群的意思了 这是要自己出面去接待一下董老 李德群肯定也是猜到董老突然驾临东江的意思了 这事儿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曾毅把董老给请过来的 二是董老自己主动过来的 前者的可能性非常小 因为曾毅已经自情处分了 他不会节外生枝再搞这么一出 其次 曾毅也不大可能向上级宣示力量 这可是个大忌讳 如果是董老自己主动过来的 那目的就显而易见了 这就是为曾毅撑腰打抱不平来了 这个时候李德群自然是不好出面去见董老的 你顺了董老的意思不好 违逆了更不好 不如干脆不见 顾明夫笑呵呵的点了点头 啊 这是应该的 董老难得来一次东江 也请他为我们东江的经济把把麦开开药房嘛 李德群重重一点头 随即说道 嗯 如此最好 这事儿我就不出面了 有明夫同志 你全权代表 顾明夫还是笑着点头 好的 这件事我来办吧 李德群抬起手又抽了一大口烟 吐出烟雾之后突然说道 董老这次是去了风庆县吧 如今的一些年轻干部啊 可是了不得呀 李德群 李德群说这话的时候 甚至语气里还带了一丝丝的无奈和调侃 完全叫人看不出他的内心想法 顾明夫没有着急接这个茬 也是抽着烟 一边揣摩着李德群的话 这话到底是表扬增议呢 还是在批评增议呢 想了半天 顾明夫也没想明白 李德群之前可从没有用过这种语气讲话 让他完全没有一个判断的标准 顾明夫就说道 年轻干部的工作确实不太好做 尤其是尺度不好把握 这江省放松点吧 他们就心码油江 不定什么时候就捅出个大篓子来 江省收紧点吧 又束手束脚 没有了年轻干部该有的憧憬和激情 但不可否认 年轻干部有时候还是可以做得很出色的 顾明夫说了一大段放着四海而皆准的套话之后 就看着李德群 就拿封庆县来说 这两年的经济工作就搞得非常不错 我还打算拿封庆县做个典型呢 李德群就说道 做得不好就得狠狠的批评 做得好那就必须大力的表扬 李德群这是表明了态度 他当然明白顾明夫的意思 这是要给董老一个面子 曾毅是董老推荐到东江来搞经济试点工作的 你突然之间把他调走 也不是不可以 可你不能否认曾毅的经济工作成果 否则就是在否认董老啊 见李德群表了态 顾明夫也是松了口气 有了这个肯定的态度 自己对董老也就有了交代 不然董老质问起来 自己这个省长可就要受假板气了 由此看来 李德群刚才那句话 并没有多大的批评成分 曾毅的政绩就在那摆着 也不是轻易就可以否定的 李德群的脸 此时演在烟雾之后 能够成为东江省的一号 李德群的一举一动 必然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 这次把曾毅调离封庆县 李德群自然也考虑过了这些方面的压力 但他还是毅然决定把曾毅调走 平心而论 李德群对曾毅并没有多深的惩戒 之前直接干预封庆县的领导班子成员调整 是因为曾毅政绩未出就先搞全斗 而且闹得实在是太大了 一个龙窝乡加上一个来服医药 闹得省里省外沸沸扬扬 几十号人骑骑落马 让东江省着实丢了个大脸 在这种情况下 李德群必然要对曾毅有所惩戒 如果不对曾毅加以约束 下面要出的事情 怕是就要更大了 后来在一改事件中 神医马恩和有反对 便为坚决支持 李德群就对曾毅的印象有所改观 否则他的夫人也不会到丰庆县 去给马恩和捧场 彭马恩和的场 其实就是彭丰庆县一改的场 可惜有了前面的教廷 很多人都没有看明白这一点 再后来 曾毅整顿龙窝乡煤矿之后 上马了火电厂项目 又引入了检测试剂 特种钢材项目 李德群才算是真正认识到了 曾毅的能力 至于铁路规划的变更 李德群是有些不快 可这肉毕竟还是烂在了自家锅里 铁路站不管落在中化市还是家通市 那都是东江省嘛 以李德群的政治智慧 自然轻易就能看出 丰庆县这次骨怀备产事件 幕后是有黑手的 这是对东江省稳定大局的蓄意破坏 李德群岂能容忍 以他往日的强势性格 必然会要求严查到底 可这次 李德群没有这么做 曾毅提出自情处分 李德群干脆就来了个顺水推舟 直接把曾毅调离封庆县 这一切的一切 是因为在骨怀备产之前 老首长的孙子邱大军来过东江省 邱大军还专门提到了曾毅 并且给曾毅说了许多好话 请李德群务必要对曾毅有所关照 李德群又不是不了解邱大军的性子 如果是邱大军请自己出手惩戒曾毅 李德群倒觉得很正常 结果邱大军反倒向李德群推荐起了曾毅 这就让李德群不得不慎重积分 以他的观察 邱大军跟曾毅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邱大军的身边除了能留住酒囊饭袋外 也容不下曾毅这样的能人 私下在一调查 李德群就对邱大军和曾毅交恶的事情有所耳闻 虽然不知道两个人为什么交恶 但事实肯定是假不了的 那么邱大军为曾毅所说的好话 显然就是别有用心的 这件事让李德群很是恼火 因为老首长的关系 他从来没有拿邱大军当外人看 可没想到邱大军这个混账 对自己都要算计 果不其然 很快就发生了风庆县古怀被铲的事情 李德群在震怒之余 也不得不考虑老首长的仪式英明 把曾毅调离封庆县 不仅仅是对曾毅的一种保护 更是要保护邱大军 可以想象 一旦封庆县的事情闹大 曾毅在无路可退之下 必然会选择坚决回击 那个时候就不是谁对谁错的事了 很可能就是鱼死网破的结局 曾毅的能力和心计都超乎寻常 从他这次的主动自情处分就能看出 这个人异常之冷静 而且有很强的把控大局的能力 再加上他背后的力量 这事情一旦搞大 邱大军想全身而退 也非常困难 届时很多人都要面对抉择 甚至自己这位省委书记 都要面对和顾明夫分道扬镳的抉择 曾毅真要是到了绝境 顾明夫不会坐视不管的 再进一步 很可能还要牵连到早已治贤的老首长 李德群自然不愿意见到这种结果 他一出手把僧义调到了中化市 如此一举三得 首先让事态变小 保证风轻县的稳定 其次满足了邱大军的要求 让其难有下一步的举动 最后呢 李德群也实在是厌烦了中化市领导们 无休无止的告状了 自从铁路战规划变更之后 就有人不断到省里来 诉苦的有 告状的也有 耍赖的也不少 目的都是要严惩那个破坏铁路规划 搞臭省里一盘棋的坏分子 李德群也是不胜其烦 现在传出了这个坏分子就是增议的消息 如果自己再没有任何表示的话 今后的队伍怕是就不好带了 只是可怜了增议 不过是一个自情处分 结果就来了一个羊入虎穴 封庆县今天的企业家讲座 办得非常成功 得知前来讲课的是经济大师董老 不单是县里的企业家 很多省里的市里的企业家都是闻风而来 原本能做五百人的会场 硬是挤进来了一千多号 过道上把送水的服务员都挤得过不去 讲座足足进行了两个小时 董老深入浅出的讲了讲企业家的视野 企业家要遵守的几个原则 最后也回答了一些企业家关心的问题 讲座结束以后 县里准备了简单的晚餐 当然 这不可能接待所有的企业家 只邀请了二十多位省内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大企业家 留下来陪同董老共进晚餐 晚餐之后 大家把董老请进县为小招的会客厅 进行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谈 这次董老就没有再讲那些基础性的东西了 他简要的讲了讲这些大企业家比较关心的宏观经济政策 分析了一下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和动态 令企业家们受益匪浅 何思贤自然也是带了问题来的 他等董老讲完之后就说道 今天有董老以及省内的企业界精英们在场 机会实在是难得 既不可失失不再来啊 我就斗胆请董老和各位 给我们家通市的经济把脉开放 还请各位知无不言啊 董老笑呵呵的饮了一口茶 其实大方面呢 我刚才都已经提到了 你不妨就讲讲具体的 我们大家一起剖析剖析嘛 何思贤一时也没有想出什么具体的事 就说道 那就以封庆县为例吧 说着话 何思贤扭头看向封庆县的一众领导 你们把县里的问题讲一讲吧 曾毅并没有着急开口 他确实有一些问题和困惑要咨询董老 之前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今天正好是个机会 不过曾毅还没有想好要怎么开口 还在心里整理着思绪 而坐在曾毅旁边的古飞肚 此时却清了一下嗓子 笑着说道 那我就先提几个问题吧 何思贤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狠狠的看向古飞肚 排名在前的县长还没有开口 你倒是讲了起来 何思贤让封庆县的领导说话 原本就是想给增益一个机会 一来 董老很欣赏增益 只要增益开口 董老必定会悉心指点 只要董老愿意点拨 那么封庆县乃至家通事 都会受用无穷 二来 增益和在场的企业家都有交情 增益开口介绍封庆县的情况 这未尝不是一个推荐封庆县的好机会 说不定就能拉来几笔大投资大项目呢 可惜这一番心思 都被古飞肚这个家伙给破坏了 何思贤岂止是不快呀 如果不是场合不对 他都要开口训人了 你古飞肚要是讲得再好 又有个屁用 古飞肚当然没有考虑到这些 他洋洋洒洒讲了一大通 总而言之 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 我们的经验还不是很足 在这方面还请董老多多指点 同时也请各位企业界的人士多多帮忙 给我们封庆县多介绍 多引入几个大项目 我这里代表封庆县的全体老百姓 感谢诸位 古飞肚一番长论 最后把问题的落脚点 放在了产业结构升级上 完了 还有冲着在场的企业家们拱手致意 最后脸色平静的又坐下了 这个架势 仿佛自己已经是 丰庆县的当家人了 在场的其他几位县里的领导 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眼下曾县长 只是刚提交了请辞报告 还没有真的辞掉呢 董老的脸上 却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他平静的听古飞肚讲完 然后问一旁的何思贤道 这位同志是什么职务啊 此话一出 现场的人都有些憋不住了 尤其是封庆县那些领导 心里头乐坏了 古飞肚啊 古飞肚 你讲了这大半天 感情人家董老 还不知道你是谁呢 古飞肚也是涨红了脸 董老的意思他明白 你是什么职务啊 凭什么可以代表封庆县呢 古飞肚倒没觉得自己有任何不妥 曾毅已经请辞 从这个角度看 自己现在才是封庆县政府方面最具话语权的人 何思贤就介绍说 这位是封庆县的常务副县长 古飞肚同志 何思贤心里也是一阵舒坦 这个古飞肚简直是自找难堪嘛 东老饿了一声 然后笑呵呵的看着古飞肚又说 古副县长提到了产业升级和大项目 那么能不能先为我们讲一讲这两者的关系呢 古飞肚的脸越发的红了 他刚才明明讲的是产业升级 讲的也还在理 不过最后却化舌添足 向企业家们去争取大项目 这一下让董老抓住了把柄 现在反过来一问 历史让古飞肚得不偿失 大家没觉得古飞肚在关心产业升级 倒觉得古飞肚的心里 其实只有大项目大政绩 前面的一番长篇大论 不过是虚化罢了 最终目的还是大项目啊 古飞肚这个时候就有点难受了 如果自己能讲出这两者的关系 那勉强还能混得过去 如果讲不好 这形象可就全毁了 好在古飞肚还是有些口才的 洋洋洒洒又是一番长论 我认为这两者应该是属于辩证统一 相辅相成的关系 产业升级必然要有大项目的支撑 大项目的成功必然会带动产业的升级 有大项目的示范引导 产业升级必然会更加顺利 产业升级的最终结果也必然是出现几个典型的大项目 连辩证统一 这样抽象的词汇都弄了出来 讲完之后 古飞肚观察了一下在场人士的神色 同时也捏了捏手心的汗 他觉得自己这番话纵然不出彩 至少也不会有什么大错呀 这都是平时开会时讲话的套路和调调 四平八稳的 董老放下茶杯 笑眯眯的看着古飞肚 古副县长的这番话着实精彩呀 古飞肚看到董老的笑容 当时在心里尝出了一口气 看来自己是过关了 真是没想到还能得到董老的嘉奖 难道自己这番话真的有大道理 或者是讲到了董老心里去了 古飞肚摆出一副谦逊的样子 开口说道 其实董老却打断了古飞肚的话 以古副县长的理论功底 做个副县长有些取材了 如果在我们中央党校做个讲师 我想肯定会大受欢迎啊 古飞肚的谦虚顿时就僵在了脸上 然后就变得异常灰白惨淡 董老话里的讽刺意味 他终于是听出来了 这根本就是一句反话 说他古飞肚担任副县长有些驱才 其实是说 以他古飞肚的水平 怕也就只能做个主任科员了 因为学校里的一般讲师 行政级别对应的就是科级嘛 旁边的包启翻历时在心里说了一句 活该 他对董老的评语实在是太认同了 就古飞肚的这个水平 怕是连主任科员都不够格呀 在场的全都是人间子 怎么能不明白董老的意思呢 大家伙看着那个倒霉的古飞肚 心里说古飞肚算是完蛋咯 董老可不是没有影响力的人呢 古飞肚今天让董老下了这么个评语 这件事如果传出去 那古飞肚以后想要获得提拔 可就难了 座谈会结束以后 董老有些精力不济 返回房间休息去了 何思贤陪着道场的企业家 又联络了一番感情 今天的活动才算是圆满结束 何思贤走的时候 心情明显好了不少 有董老今天的封庆县之行 曾义就算离开 也不算窝窝囊囊了 这让自己的心里总算好受一点 古飞肚却是极其郁闷 他现在肠子都毁清了 本想着在董老和道场的企业家们面前出个彩 也算是为自己争取县长之位 在杜杜金装饰一下门脸 谁想到这门脸没有装饰成 反倒让董老一挥手 连带门楼子都给扒掉了 有了董老的这个评语 自己今后肯定是东江官场的笑话 用不了几天 蒋师副县长的外号 怕是就要人人皆知了 郁闷归郁闷 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 如今之际就是赶紧加快活动 趁着这个笑话还没有传开 先把县长的位置搞定 拿定主意之后 古飞度也没有回家休息 而是乘车连夜奔赴云海 长天小说首席一关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